今天呢 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学习的是 印光主师 所传授的这个 实念法 实念技术 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实念技术法呢 介绍给大家呢 因为呢 这个印光大师呢 他是我们进府中呢 第十三代的主师 走一关的走的主义班导师 他一生呢 弘扬进府法 而且呢 教导很多人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 在大陆啊 新洲 平年三次 里头呢 有很多的出家人 还有居士啊 念佛往生 这个印光大师呢 他原籍以后啊 他的身份呢 被人家发现呢 他是 西方极乐世界的 大士日菩萨 发愿再来 我们人间啊 助众生的 所以呢 所以呢 西方极乐世界的 他推荐给大家的 这个念佛方法 真的是很好 我们在台湾啊 还有马来西亚 也有 查到 有很多 这个 静忠 我们静忠的 这个 同修啊 用实念法 念佛往生 我们在台湾啊 还有马来西亚 也有 有很多 这个 静忠 我们静忠的 这个 同修啊 用实念法 我们都能够 这些 功夫的事 也能够出走 做完生 尤其呢 这个实念法 对于 我们 静忠 比如说 我们 生病了 或者是 我们 年纪到了 到静忠的时候啊 我们 念佛啊 很难射心 如果 我们 认识 计较 计较 就 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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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常念佛呢 会 有很多的 妄念 譬如说 我们有很多的 家人啊 放不下啊 还有很多的 烦恼啊 扶不住啊 对这个世间啊 有很多的 这个 念佛啊 都没有办法 转成佛号 那么 这个 这个 念佛呢 它是一个 很有效果的 把我们 射心的 念佛方法 在台湾啊 大概在 十年前啊 有一位 居士啊 他 念佛往生啊 那么这一位居士呢 他大概 只有 三十岁左右 他叫做 陈俊燕 他的 姐姐啊 是 我们 上进 下空 老和尚的 学生 他 他 叫做 吴震法师 他 他 由于 母亲啊 是 佛教徒 所以从小啊 他就有 接触到佛法 他 他 因為 最小是 一個人的 佛教祖成 能夠接觸與爺 教祖 但是 由於他還很年輕嘛 所以 從小 雖然 有理 摩 拜佛 但是 對於 往生極樂世界 這一件事情 他從來 都沒有 討厭 想要 發願求生極樂 所以他靠著特性的雷亂的震撼 所以雖然從小就有讀《無量壽經》 但是他對往生極樂世界沒有那麼大的信願 所以他只是讀《無量壽經》當作功課 那麼他讀書功課很好 後來呢到美國去就讀碩士 碩士的學位 那麼碩士學位拿到了以後呢 就在美國的一家科技公司上班 當然他都是還是以這個事業唯一 那麼直到呢 他有一天在這個公司啊 暈倒 暈倒了 Có một hôm ông ra đi làm thì ông lại ngất xỉu cho nó 可能是在公司上班 由於這個時間比較長 và是比較老累 有一天暈倒 Có thể là vì ông bằng thời gian dài công việc được nhập nó đã bị ngất xỉu 暈倒了以後呢 然後呢 公司的人呢 就把他送去醫院 經過檢查以後呢 醫生呢 發現到 cái 癌症 是胃癌 thì họ mới đưa ông bằng nhạc thì sau khi thám xét ra bác sĩ là không có một cái bệnh ung thú có tử 醫生呢 檢查的結果呢 是屬於胃癌的模型 và bác sĩ kiểm soát ra đó là một cái trạng thái là cuối cùng coi nên phải bị nguyên tử nhất 那麼 這件事情呢 被這個 陳俊彥知道了以後呢 他就想要 回到台灣 sau khi ông tiến rồi thì ông có biết muốn quay người quay nhà ở Đài Loan 因為 在台灣 開刀 還有 很多 家人 可以照顧他 v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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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後來呢,他就放棄了西醫的治療 因為西醫就告訴他沒有辦法救 所以呢,他就以中醫吃中藥來治療 然後呢,每天呢,就拜判 他就要去禮拜祭 一開始呢,他也到很多的寺廟 去拜祭 像是三千火啦 很多祭他都能去做 然後呢,他就有很多的禮拜 給祭祭祭 做一些禮拜祭 到有些禮拜祭 他的禮拜祭 出血很多 送去醫院 那麼,在醫院呢 住了大概將近十多天的時間 這段時間呢,他聽這個地藏 他知道了這個地域啊,很可怕 所以呢,他想一想啊 如果呢,他萬一啊 他死了以後啊 不要去其樂世界啊 那他呢,如果有一天啊 到了地域去啊 那是非常恐怖的事情 所以呢,這個地藏經聽完以後呢 他就決定呢 萬一方向 一心念 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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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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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一開始啊 他呢,是 逐三十萬遍的 這個 往生中 發見念火 求生 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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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後來呢 他找了很多 啊 高生大德 對於 念火的這些 著作 他看了很多 那他看了很多 那他就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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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麼 因為他念火啊 雖然在念 但是呢 很難射行 忘念很多 他的 他就得到 那 他就得了 那 後來看到印光大師的實驗技術 他按照印光祖師教他的念國的方法 念了幾天 後來他發現了很熱心 所以他就很高興地去告訴他的姐姐吳正法師 他告訴他姐姐說實在是太好 我終於找到了真正射心的念國方法了 他說這個實驗法我念了以後 真的忘念都可以轉成佛號了 所以要一直念下去的話 按照經常所講的方法 我一定就可以去極樂實驗 實在是太好了 按照經常所講的方法 早知道這個實驗法這麼好 那我就不用再念三十萬遍的往生咒了 後來呢他就一心地用實驗法 念國 後來呢他就在家人 跟他一起念國當中 他念國往生咒 那麼怎麼知道他往生極樂世界呢 那是他念國斷氣以後呢 這個有很多的年有 大概有一兩百位的年有 到他家為他祝念 那麼他姐姐呢 也在旁邊呢 很認真地在祝念 大概十多個小時之後啊 他的姐姐啊 突然就聽到他的耳邊呢 有一個男孩子 跟他在講話 那麼這個聲音呢 這樣子告訴他的 副政法師 副政法師 在叫她的名字 nghe rõ ràng 有些姓姓的 那些姓姓 陳俊燕她的姓姓 由於 很認真地 為她的弟弟 陳俊燕在訓練 她就沒有理他 那她的姓姓 她的姓姓 她的姓姓 你知道呢 這個聲音呢 姐姐姐姐姐 我是你的弟弟 陳俊燕 所以她的姓姓 她的姓姓 那麼副政法師 聽了以後呢 確定是她弟弟的聲音 就問她 你現在在哪裡啊 你現在在哪裡啊 她告訴她 我現在在西方 極樂世界 這個西方極樂世界 真的就像 無量壽經 阿彌陀經上講的一模一樣 各位 真的 極樂世界 極樂世界 非常的富特別 而且呢 真的 可以看到 很多 很多 summit 佛福文 極樂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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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樂是極 consolid 那么,顾政法师呢,为了确定啊,他一直有往生极乐的事件啊,所以他就问他的弟弟啊,你现在啊,你往生极乐的事件,你的品位啊,是在哪一个地方啊? 没有,那我觉得,我们会要去运坐我的礼物。 他们可能是在哪的手段。 陳俊彥居士告訴他的姊姊 他是凡聖同居土 中平上生 他是中平往生者 後來陳俊彥居士 他的遺體後來火化以後 也有很多很多的設立 還有很多感應的事情 諸位同修呢 大家可以去看這個 陳俊彥居士往生傳 因為這個呢 附政法師後來有到新加坡 向我們上進下風老法師報告 他歷經往生的經過 而且有做這個 很詳細 所以諸位同修啊 我建議大家可以多看 尤其如果你的家人有生病 他對往生其樂世界 他很想去 但是念佛啊 沒有信心啊 你可以多看陳俊彥居士往生傳 如果我建議 那我建議 讓各位先生 可以證明 那我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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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證明這個實驗法,一般的同修應該,大家認真地去讀,去看 應該也可以看得懂它裡面,教的方法 在這裏 cho thấy,如果學者 làm được, chúng ta những học vật đây thì có thể去做文法, học tập cũng không phải là khó lắm 那麼另外一位往生极乐世界,是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巴都巴西亞晉忠學會的聯友 這個巴都巴西亞這個晉忠學會,它的這個聯友 應該也算比較多,它大概像是100位聯友 這位聯友,在城邦,你 có khoảng 100 個聯友 那麼這一位往生的聯友,她是一位女仲 她是一位中年的家庭主 她是一位中年,一位父子,她的名字叫做黃玉芝 我現在就說了文藝芝 這位聯友,在靖中學會共修,大概是七、八年的時間 後來,她就像是海港都,她就像是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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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那麼,在那個時候呢,由於我們上京夏空老法師啊 極力的提倡地止歸 大家都知道,那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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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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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說 那邊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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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說 那邊說,那邊說,那邊說,那邊說 漢尋師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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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 黄玉之居士当然是年有,他有发愿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但是他自己感觉到他有很多的习气。 他贪生思的这些念头也很多。 所以他就请教当时会长,叫做许会长,姓许,许会长。 他就问会长,他要听怎么听,来降服他的烦恼。 他就问会长,许会长说,因为老婆上现在在听上地主规,地主规,地主规很好,那你就天天听地主规。 一边改息器,求探悔,然后一边念佛。 后来黄玉之居士,他有按照许会长的教法去休息。 结果他后来发现到,他念佛望念很多,很难念佛存在依据阿弥陀佛的。 总是有很多放不下的念佛。 所以他很担心,他没有办法一心念佛,很担心没有办法去食乐世界。 后来呢,他也请教了这个许会长,看要怎么办,帮助他念佛。 这个许会长呢,他就自己去找资料,找了很多祖师,大德呢,讲这个念佛的方法。 后来呢,他看到实念法,他就把这个实念法,就教导,这个皇玉之居所,请他来念。 他不定是,这个实念法,就把这个实念法里面呢,最简单的,是属于三、三、四念法。 他就把这个实念法里面呢,就是把实句佛号,分成三段。 这个第一段啊,念三生,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他就把这个实念法里面,就是把实念法里面,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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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三生呢,您要知道呢,是念佛,一、二、三厂,记念三生的佛号了。 那呢! 那第二段呢,是四,五,六, setting佛号,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這是第二段 第三段呢 是七八九十 阿蜜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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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句 這是十句佛號把它生成三段 然後用技術的方法來念佛 我們等一下後面還會跟大家講 它就是用最簡單的十念法的方法 第三段的方法 因為王君是家庭主婦 他就是念佛 沒有辦法教他比較難的 沒有辦法就教最簡單的念佛方法 那麼就問他了 你這樣造著念啊 會不會色心 這個王君是呢 他念了以後呢 發現呢 他的這個很多的妄念啊 放不下的念頭啊 都轉成佛號了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就告訴會長說 這個我可以 這個我可以 我會好好地回家 認真地念看看 所以呢 他就是天天聽地址 然後呢 天天探偉 天天改過 天天 用神念法 念了 一段時間 他就問他 他就 спрос了 他就跟他回來 他就叫他 到哪兒其中的個人 叫他 了 聞口 他就聽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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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毅之君寺 他就跟你在何家庭主 還有他 那段時間 希望许会长到他家去看一下 结果许会长到了他家之后 看到黄医师居士躺在床上 全身都没有动 但是呼吸还有 全身僵硬 然后没有动 他认定这个是可能快要临命中 所以就找了很多人来助念 跟大家补充 全身不动 那个加密的 不是很低的意思 他不动 那么大众给他助念 从早上一直助念到下午四点钟 这黄医师居士突然醒过来 然后全身就可以动了 醒过来以后他就告诉大众说 早上他在家念佛的时候 他突然看到很多很多的冤心在里 那么他在这个时候一心念佛 一心想阿弥陀佛 所以他的心是专注在佛号上 后来他就看到阿弥陀佛来了 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呢 就带着莲花 把他接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到极乐世界以后呢 他出来想到啊 他现在这个身体啊 在家里面呢 是不会动的 然后呢 他怕这个家人还有朋友啊 不会 认为他呢 走得不好 所以呢 他就跟那个阿弥陀佛说 他要先回到这个人间呢 通知大家啊 办理好他的后事啊 他再过来极乐世界 啊 就请这个阿弥陀佛慈悲啊 让他回来这个人间 阿弥陀佛呢 答应他 告诉他呢 晚上八点钟 再来接大 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呢 所以呢 所以呢 他四点钟啊 请过来之后 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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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的 他他告诉所有的编友啊 他说啊 只要你法愿 真正想去极乐世界啊 你一心一意的念头 决定可以往生西方牌 这个请大家放心 一定往生 所以,剛剛有跟大家講到,他早上是念佛的時候,先看到很多冤心在裡,但是他不害怕,他只想去極樂世界,所以他也沒有管這個冤心在裡,他就是一心想阿彌陀佛,想極樂世界。 然後,用實念法,設心的念佛,你看他就真正見到阿彌陀佛,往生西方幾個世界了。 那么呢 sĩ Christ mi雅学士呢 他们呢 都是在 很多年前 念火往生的 他们并没有听到这个吴小敏老师 所讲的这个实验法 这个DDD的方法 但是他们自己找到的资料 或者是重修推销给他这个念佛的方法 也都完全符合实验法的念佛方法 所以说诸位同修 如果我们同修 你可以发心去看这个吴小敏居士讲的实验法 又加上呢 如果你能够常常去研究 去读中这个实验法的内容 我相信我们对于怎么样念佛方法 怎么样念佛才能够设心 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一个道理 我们应该会比前面这两位 我所讲的这两位居士 应该是更设心还会 因为我们的时间还很多 这两位居士 使您认识,首先认识, 大概十月份到今年,我大概在美国很多地方,像这个华盛顿,纽泽基,还有瑞藤,纽约,还有呢,很多地方啊,我都有讲解实面吧 我都有讲解实面法,但是呢,真正啊,用实面法,任真天天在家里面练习的人啊,大概人数比例啊,大概一百个啊,只有一两个同学在念 我发现了一个实面法,我发现了一个发問的方法,那一万人只有二三个人。 尤其是我到纽约精通学会,学会里面有几十位企业,大概有超过五十位。 结果呢 他们都知道实验法 而且呢 吴小林老师啊 在 我去年 去紐約的时候 前半年 他才去那里 教实验法 在义俗 在义俗的一个 那些人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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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习 可是 可是,發現到連有啊,只有一位到兩位在面 尤其是年紀大的同學,年紀大的老同學根本不念 那為什麼不念呢?因為不好記 或者呢,他們認為呢 他們畫面沒有那麼多彈一心念佛就好了 可是後來我經過調查以後發現很多的連有啊 很多的這個念頭啊,都是止不住的 所以雖然啊,有經常在這個念佛堂裡面 其實他的妄念都多,而且有些甚至是一邊念佛啊 一邊有時候呢,打瞌睡的 所以呢,大家要知道,這個實念法,它是很重要的,它對我們往生極樂世界,幫助很大 而且呢,你經常用實念法來念佛啊,你會往生極樂世界很有信心 這個信心呢,是從哪裡建立起來的呢? 大家都知道啊,阿彌陀佛是十八月,必十八月 阿彌陀佛呢,告訴我們啊,如果有人啊,能夠發願,真正想去極樂世界 他一心念佛啊,自心信要,自心信要的是,他很想去極樂世界 一心一意想去極樂世界 如果有人,他不明白,真正想去極樂世界 他不明白,他不明白,他不明白 他不明白,他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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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夠做得到 能夠做到 10點的許可 這阿彼陀佛呢 48日上有講 祂會來接這個 從修 往生極樂之間 除非祂在世的時候 為徒古令 違反正法 祂造了古令眾罪 還要加上違反正法 所以,它有武力、仪宝 那些武力 elites,仪宝 debates 要,達到造這個罪,武力重罪,加上迫放復法, 這也是不容易的 我們看到yных傳 那里面有造五命重罪,像阿瑟士王 他也有破坏国法 他也杀了他父亲 害了他母亲 然后他也破坏了国法 所以他这个五命十二重罪都有造 但是他后来是忏忧 他念佛也是往生死了之间 他说一遍 所以在说三遍 他曾经有所副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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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那里面有所副的事 所以他有所副的事 所以那里面有所副的事 他也被判断了 所以那里面有所副的事 他也被判断了 所以那医生造作很多重罪啊 他被判断了很多事 他迷人中的事 如果他也能够学习阿瑟斯王 忏悔念国 他也是十念必成法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来跟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十念必成 所谓的十念必成 就是在灵命中的时候 十句佛号 我们一心的念 当然这十句佛号 妄念越少 当然是越好 那么十念法 我们看到了 祖师教导我们 这个十念法是一次念十真佛号 而且呢 他的效果可以达到 所有的佛号 全部转成佛号 这个是祖师在 十念法的文章里面 他特别的强调 他可以达到 十真佛号 全部都没有佛号 所以呢 如果你念得起来 那当然 你对往生极乐世界 你就会非常有信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做到 第十八愿 十念必成 所以按照这个道理来讲呢 其实十念祭祝法呢 他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 第十八愿的练习法 就看到了 我原来 就做一个维生回法 他没有反过 维生低落的形式 他特别出生了 他有十年变数的动法 也就是说呢 他是十念必生愿的练习方法 他有十年一段 他有十年变数的练习方法 那么这是我个人呢 讲这个十念法 讲了将近三十遍以后 我发现到的 这个教育是一致的 所以把这个心得 造成大量 那么 呃 那首先 你也认为 这些练习的 这些练习的 你也认为 这个练习的 这些练习的 呃 呃 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啊 跟大家介绍啊 十念法 大家看到 第155页 最后一行 嗯 我们有个号码 100是第一页吧 呃 第155页 是 第3 第3 第2页 第2页 然后现在 我们有个号码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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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页 我们有个 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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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页 第6页 啊 这 这边有两条嘛 一个是25条 一个是26条 哦 哦 哦 所以 所以 这边有个号码 然后还有个号码 那这这种码 那这一本 这个码 那么 这个码 那麽我跟大家 稍微讲一下 第25条 这第25条呢 是 呃 印光祖师的开示 啊 这个开示文呢 呃 流通全世界 非常的广啊 这把一般开示 里面呢 你不懂 关 东西 中国的东西 所以你会 老人家 去运输 他就用 护体方便利 那麽 那因为流通的文章呢 和 印光祖师呢 在文超里面的文章呢 呃 有一点不一样 因为文超的文章呢 是比较长 所以我把原来的 这整篇文章呢 就 啊 把它列印下来啊 给大家看 但每一个 这些传绘的 关稍 啊 这 有所恩关 这些传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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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讲 啦 没有什么 这个 这一篇文章呢 是 印光祖师啊 啊 告诉我们 怎么样修行 啊 我们 决定 啊 可以往生 极乐之介 这些传绘的 所观察 中间 可以 一页 到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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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这一篇文章里面呢 啊 特别强调的就是 念佛 啊 啊 能力啊 当然他要有功夫 啊 要有此妄念的功夫 啊 那我一页 是他 咱们 那麽 那麽 这些传绘的 那麽 这些传绘的 那麽 这些传绘的 这些传绘的 这些传绘是吧 也就是说呢 妄念一起来啊 如果我们没有办法 把这个妄念 马上转成 佛号的话呢 我们要去极乐之间 就相当的困难 哇 这些传绘都可了 那些传绘都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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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传绘 我们没有把握啊 那些传绘都可了 那麽 后面的第26条 这一条的内容呢 它就是 告诉我们 怎麽样 妄念一起来 决定可以转成佛号的方法 哇 那些传绘都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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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 我把这个第25条 啊 把它列印下来 给大家看 但是由于 时间上的关系啊 我 我们时间不够 所以第25条呢 大家可以自己看 可以自己看 那重点是在第26条 你26条这一篇文章啊 你如果真的学会了 那你这个第25条 就不是问题了 可以做到 那些传绘都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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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介绍 十念技术法 这个十念法 最重要就是技术 这个技术呢 是在所有实念法里面呢 是最重要的 如果不技术啊 那我们所学的实念法 就不能叫做实念法了 那为什么叫做实念法呢 就是它的一致啊 技佛号实生 为什么不轻 cause 那些传绘都可以说 那些传绘都可了 呢 呢 那些传统都可了 不知道 的什么是 最重要的 那些传统都可了 我们在 很多信种学会啊 看到有很多同学啊 他为什么念词念法 他念不起来 就是因为他忽视的技术 他认为了念佛 只要射心就好 什么叫做射心呢 就是念佛 只有阿弥陀 其他的念佛 都全部转成佛号 这个叫做射心 但是问题是呢 我们这个念佛 在想什么 这个是最难指数的 如果我们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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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有记者 我们有记者 我们会很清楚 看到我们这个望念 跑来跑去 会看得很清楚 所以如果没有记者 我们会有信心念佛的话呢 我们这个望念啊 往往呢 很多很多了以后啊 我们才发现到 所以有很多童修呢 他就认为呢 他就一心念佛就好了 其实呢 他是一心念佛之外呢 还有打很多的妄想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他就会有信心念佛之外呢 所以实念佛 他最重要的就是技术 如果你不技术的话 实念佛是念不起来的 那这套品说 最关销的必说 因为这套品不让你 这套品不让你 可以 这套品 所 套品 发生了 这套品 就是念佛心难归移 当色心前面 自能归移 你认为 他就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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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这一篇文章呢 主师呢 是回答 有一位年有 他请教主师 这一篇文章呢 主师呢 这一篇文章呢 这个念佛啊 在念的时候 望念很多 他要怎么样 才能够把心啊 做专一在 阿弥陀佛上 主师呢 告诉他呢 这个心啊 很难专在 阿弥陀佛上 那个一就是 阿弥陀佛上 当色心前面 自能归 阿弥陀佛上 如果他就认为 那一位年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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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怯念呢 最重要 怯念 这个怯念呢 最重要 怯念 我们现在念佛啊 同修啊 大部分呢 没有办法 念佛成功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念佛心不怯 这个怯呢 就是很想去极乐世界的 有很多同修呢 虽然念佛 但是他并不是现在就想去极乐世界 可能他年轻人的 你以后的极乐世界 是很久很久以后的极乐世界 我议他自己遇到的例子 我大概想去到现在 大概有十年的时间了 我经常讲阿弥陀佛四十八月 到世界各地去讲 金中当中有很多是年纪大的同修 有一次我在马来西亚 讲这个四十八月给很多老菩萨、老同修听 这个四十八月讲完以后呢 有一位同修,他七十五岁 他是他,他是广东人,他是香港人 他听完四十八月以后,他很开心 他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他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我很想去极乐世界 他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但是呢,他告诉那个同修啊 他要搞,搞,搞水啊 才去希望 就会想去极乐世界太好了 他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他觉得那个极乐世界太好 他看起来极乐音 他说,极乐世界太好了 想去极乐世界太好了 所以現在才七十五,不用去 然後呢,他告訴我說 啊,通知法師,你講這次發言講得太好了 我那個時候聽到,找傘找水才要去啊 我很想找個地方國底啊 為什麼呢? 那居然講四次發言講到人家要找賣找水才要去西方 怎麼會講得好呢? 因為我感覺到說,說法師,八十五 那天才九十九才才九十九才才才 那天才 nói như vậy là có đúng không? 所以,同學啊,有很多人啊 他的極樂世界,在好久以後的極樂世界 所以,每天た 위,那位的極樂世界 التي都被人蔻了 所以,这样子念佛的話 心呢,不可能卸的 因為那些針,讓你煉法 因為那裡有更勘的靈性 就是那靈性的 你心不卸 那你是沒有辦法設心的 針,那針,那針iseran 針割的筆 那針,那針,那針 針,這個針,這邊來 那針要怎麼辦呢? 那針要甚麼呢? 我告诉大家,这个部分就是属于信念的问题 现在还不想去极乐世界,那是因为他极乐世界的道理还不是真正了解 他对极乐世界怎么来呢,有多好他不是真正还很向往 他对极乐世界的真正还没有搞清楚 但是他对极乐世界的真正还没有搞清楚 他对极乐世界的真正还没有搞清楚 这极乐世界的真正还没有搞清楚 这极乐世界的真正是第一个,密信很多 我们简单的告诉大家,这个世界有八种 每一个人都会经历生老病 你看这个老了,老了之后就生病了 如果他不用老的话,他只能年轻就死了 所以啊,如果没有生病,他只能年轻就死了 所以老呢,是一种 那么病呢,大家都有生过病 你也知道,生病的时候很好 所以,那些病主也就是,那些人生病就很难苦 那他还有这个死的苦 那种是每个人都会经病 从生老病之苦当中呢,产生了什么样的苦呢 产生另外一种就是,爱别离苦 因为呢,生命无常啊 我们在一起啊,都是转善的 然后,那些苦都会经病 我们的心人呢,总有一天都会离开 然后,那些人都会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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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没有办法自事啊,如意,心想事 所以呢,这一类的信愿不够具足的 信愿不够的同学就是可以用真真的方法来增加 然后,那些人都会经病 所以,那些人都会经病 所以,那些人都会经病 好 我们再看底下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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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射心之法 莫先于自成恳切 心不自成欲设莫有 真正想去极乐世界的人 他一定会自成恳切的 这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很想射心念佛 很想去极乐世界 我们能念阿弥陀佛 但是那个心还是有很多报复 这也能说,我们很忍心 我们很忍心,很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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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很忍心 我们很忍心 主持教我们 首先呢 当社而立心 这个耳朵呢 在《认语经》里面记载 功德是最大的 大家可以了解 我们的眼睛 可以看到前面 大面,下面,左边,右边 但是看到后面 而耳朵呢 耳朵可以听到前后左右上下 全部都听得到 而且呢 耳朵呢 还可以听到你心里面的念头 他还可以听到我们心里面的 然后呢 念头啊 所发出来的声音 然后呢 我们还能听到你 那里面的声音 那里面的声音 比如呢 我们现在心里面 默念 阿弥陀 你不要嘴巴念 你就心里面去念 耳朵专心 你心里面念的 佛号 你会听得很清楚 你会听得很清楚 所以耳朵呢 他可以呢 帮助我们呢 我们耳朵呢 如果不专注在听佛号 我们耳朵呢 你心里听其他的声音 那就是很难射清 如果我们可以用耳朵啊 专听佛号 我跟朱卫讲 真的很容易设心 非常快 那 我认识 我认识 你不认识 如果你用这班 你念 你念 你这些评论 不过你 就真的 你送这种方法 啊 呃 摄尔的第一听呢 它是一个 把念头啊 指助的一个 非常好的 这个念 谋方法 对 对 我说这个 摄尔的第一听啊 就是耳朵专注听佛号证啊 它是一个 非常有效的 非常好的 这个念佛方法 对 就像他成本 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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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样一样一样 好 我们再看几家内容 无论出声默念 只需念从心情 真从口出 因从耳露 啊 这个内容呢 跟三十基念 第三指啊 中風博士所教的方法是一樣的 但是信念裡面也有講到 說這個佛號 一一出口 路耳 就是佛號呢 我們一句接著一句 嘴巴唸出來 路耳就是耳朵的專心 心裡面的專心的佛號 那這樣就很特性了 所以中風博士所教的方法 就是一句話 我們在封面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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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在封面的方法 我們在封面的方法 那麼這裡呢 念頭心 念頭一起來 就是念阿弥陀佛 我會在封面的方法 我會在封面的方法 我們在封面的方法 身從口出 我們嘴巴 念阿弥陀佛 念出來 那嘴巴 那嘴巴 念出來 那嘴巴 你會在封面的方法 你會在封面的方法 因从耳朵 我们的耳朵专听阿弥陀宗臣 这个方法跟中宫博士教的一样 我们再看底下的内容 默念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一生有口念之相 默念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但在心里面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默念阿弥陀佛 虽然嘴巴没有动口 但是我们的心念头要想到嘴巴在念阿弥陀佛 有这个念阿弥陀佛的形象 默念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我们的心里面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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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说呢 我们的心念阿弥陀佛 耳朵听阿弥陀佛一声 那么心呢还要想到嘴巴呢 在动口来念阿弥陀佛 现在我们的心里面虽不动口来意义之中 这个念头 是旺心 这个念头专心在阿弥陀佛上 这念头那是旺心 这念头那是旺心 那这个念头就不能叫旺心 这个叫做正念 这念头那就是旺心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先念到,心和口都要关注在佛号上 然后呢,我们耳根,耳朵呢,心的心心主义 然后,耳根,耳朵,心的心心主义 如是射心,妄念自欺 我们说这样子呢,依实、异心念下语 但是呢 我们大家都有经验 常常呢 忘念很多很多的时候 譬如说八十七的时候 同样的经验 譬如说八十七的时候 平常呢 在佛祂念头 当然 你要射心 不会那么困难 但是我们遇到命运的时候 譬如说八十七的时候 已经很大 你要这个佛号 资助我们的神贵心 就很难 或者呢 或者呢 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 甚至有的呢 这情是很重的 啊 就像这样子呢 这个念头啊 一个接着一个 真的呢 你再加上 十面 的技术 如果 如果有勇往多 只用十面 记住 如果 如果 或者 你发生的 这个 我们刚刚讲的 妄念很多 说 情子很重 非常重 这个念头啊 这个念头啊 像这个海浪一样 就是说 那是 那是 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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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耳朵听阿弥陀佛 再加上祭祀 祖师告诉我们 得全心力量 施予一生佛号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心的力量 它自然而然 就会专注在 依据佛号上 底下的内容 是这一篇文章 最重要的 这一篇文章 在这一篇文章 这一篇文章 最重要的 这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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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意思就是说 虽然 这个欲望的念头 不管什么 真气的念头 情直的念头 不管再大 再强 这一篇文章 力量 抵不过 实念技术法 也就是说 我们的烦烈 再重 忘念再多 只要用实念技术 他的力量 忘念的力量 都抵不过 实念技术 如果我们有很多 如果我们有很多 所以我们可以 解决 这一篇文章 更多 主师讲 是设心念头 是究竟 妙法 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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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句话 是主师 他对于实念法 实念技术法 他认为 这个实念法 它是最射心的 这最射心的意思就是说 没有其他的方法 比实念法更射心的 所以 最射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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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一百 转成佛号 如果妄念 没有办法 转成佛号 那不能称为究竟 所以 所以 所以呢 只要用实念法 来念 所有的妄想 一定 转成佛号 一心一心一意 把所有方面 转成佛号 那这个 不能成为 最妙的 不可能 能量 你要说 转成佛号 甚至 你的黄远 转成佛号 有 有 好 我们来做一个试验 这边有没有射箭 好 我们做实验给大家看 你就会知道 真的有射箭 我念到第一次真的之后 我们呢 就敲一声 一切 好的 好 好 这个 大家呢 可以跟着我念 我们用那个最简单的 三三四个念过方 好 好 我们一次呢 先念 好 我们一次呢 好 我们一次呢 这样 高 � crouch 黃 Mile 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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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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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大家可以讨论 好,那我们再问大家 刚刚有起妄念的偷修体局 就是你单身佛号里面有妄念的体局 是不是还是很多有妄念 都是很多 我跟大家讲 有妄念是正常的 没有妄念 你就不用念佛了 你就是 听到我一天讲的 就是如果以空开国念 就会以空近的念法 这个词念法呢 它就是一个呢 在训练啊 我们把妄念啊 转成佛号的方法 这个法令法令 这个书里的书班 用这个法令 这个法令 这个书班 也就是说呢 也就是说呢 多早个了 所以 所以 忘念死不住 可是 可是诸位同一说 我们刚刚念了三十根佛号 大家 是不是 虽然有妄念 但是 我们还是 念到了三十根佛号 我们还是 我们还是记住 这个 十根佛号 圆圆满 我们还是记住 这个 十根佛号 圆圆满满 就是 虽然啊 这个 妄念很多 但是力量抵不住 佛号 也就是说呢 虽然 我们 妄念有 但是呢 妄念啊 被佛号押住了 然后呢 那就是 你虽然知道呢 它是妄念 但是呢 它不会一个接着一个 它不会一个接着一个 所以 我们用实念法练佛以后呢 它呢 只会佛号 一句 接着一句 所以呢 我们呢 一心 一意 技术 我们念到 佛号 是第几神 如果你能够念到 第十神 就代表你全面的 九句佛号 都是止住妄念的 然后呢 如果我们能够 我们能够接着 第十神 如果我们能够接着 我们能够接着 第十神 我们能够接着 我们能够接着 第十神 全面的九句佛号 都能够接着 那些妄念的 那些妄念的 所以呢 虽然妄念有 但是呢 它不起作用 也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同意 你刚刚 虽然念火 但是你记不到 第十神佛号的话 这代表呢 你的念头 啊 比佛号 的力量还要强 还要强 那些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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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表呢 你那个 持神佛号 是失败的 所以呢 如果大家呢 平常啊 就是训练啊 一次念火就是持神 一次念火就是持神 的话 那麽念久了以后啊 养神习惯以后啊 自然而然啊 你要止住望念 只要望着 你马上 你马上用实念 马上就能够住了 再一次 那些妄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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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也就是说呢,虽然欲望的念头很多,你只要用词念法去念的话,力量都抵不过词念法的力量 那么当然,你要达到特性,那就一定可以达成 这个同修啊,如果走上你有这个资料的,这八个字,你一定要把它搞懂 不了解了,可以达到特性,其他点有,其他点有 这个道理呢,如果你了解以后,你就会对识念法非常有信心 我们再看几下的内容 在其弘扬信徒者上位谈 就是说呢,以前啊,弘扬信徒法的高生大人们啊,都没有提过识念法 那为什么没有提到呢 就是说古代的人啊,以前的人啊,他们的更新啊,比较好 以前啊,古代啊,我们讲到一百年前好了啊 就是说,我们讲到一百年前好了啊 就是说,我们讲到一百年前好了啊 一百年前,还没有电视机 还没有电话 电话不多啊 还没有音响 没有报纸 材质 那些都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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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没有现在的什么iPhone 对不对 还有呢,网路 tumors 那些都太声音响 那些人啊 尺寸 那些人啊 所以呢,以前的人啊 他们的信心啊,很单纯的 像这些都演讲的 那些什么东西啊 那些都很 seal的 我们看到这些电视机里面 演出的那个 nature 很多很多都是教 business engine 对我们珍心的 那些人 就是言过 个移옵一点 就是关系的 一些东西 就来研表 所以我们的净空老法师有说过 说现在的人比以前的人 这个妄念、污染的严重度 超过一百倍都不同 这代表由于现在科技的发达 可是我们的妄念很多 我们的贪欲、生费心 都比以前的人来得重 所以以前的人他不需要用实面法 他只要心、口、耳、专心念佛就好了 只要心、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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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企光大师自己也说到 您所謂的關主說的呢 光以心難治方式此法之妙 昂光呢就是印光大師本能 光以心難治他的心呢 也曾經呢很難把妄念轉成火候 光以心難治他的心難治 也就是說他也曾經念火 所以要念很多方法 昂光以心難治他 然後他用了很多方法 來念火 後來他才知道 這個實面法那麼的好 當然呢 昂光祖師我們剛剛有說到 他是西方極樂世界大四次菩薩代表的 這個大四次菩薩代表什麼呢 他代表念火 大四次菩薩呢他是念火的專家 他代表念火的專家 我們靜空老闆就曾經有說過 老闆就有說過 有很多華人大家都知道 中國的靜土中出屬 大四次菩薩代表的靜空大師 是蘇山東林遠宮大師 那麼 在我們說佛世界的靜土中出屬是誰呢 老和尚告訴我們 是 俯賢俯善 老和尚告訴我們 是 俯賢俯善 這個 有經常聽見的同修大家就知道 是 大家跟著 這個 這個 本師釋迦摩尼佛啊 在我們說佛世界啊 在我們這個地球上啊 講的第一副經呢 是在定中講的 就是講華言經 那麼華言經最後呢 吳賢俯善以十大願望啊 倒歸極樂之間 那 那 最終經關於 那 吳賢俯善 佛世界呢 華套世界呢 都是 菩薩的世界 沒有凡事的 華套世界 華套世界呢 都是 菩薩的世界 沒有凡事的 但是呢 我們看到呢 居然 到最後啊 吳賢俯善 通通 這個 普賢俯善是只有一位 是很多很多 無量之間 通通都發願念佛 求真 極樂之間 所以呢 這個 我們 說佛世界的 靜忠 出主啊 是 是 普賢俯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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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法師還告訴我們呢 那 法界 是哪一位 菩薩呢 那麼 經常聽聽的同修 一定有聽 聽過 有一部機 叫做 愣眼睛 那麽 那麽 有記者 25 二十五 圓 聖 有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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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 我們看到呢 大師 是福祂 它是 念火 圓 聖 大師之菩薩呢 祂是第一個提倡念佛法人的 提倡念佛求生極樂之間 祂是法界出主 所以說按照我們剛剛講的道理來看 大師之菩薩呢 祂是念佛中的專家當中的專家 提倡念佛中的專家當中的專家 祂是念佛中的專家 祂是大師之菩薩在那裡 祂是說它那個時候 其實當中的人會看到 祂是大師之菩發生 祂是祂是大師 祂是寅佛大師 祂往生其樂世界以後 有一位居使說出來 那麽這個內容 也有記載 也有記載在書上 那他就叫他去叫他叫他叫他 有一位居士,有一天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做夢 夢念觀是因菩薩告訴他 說,你跟大自治菩薩很有緣,你要趕快去找大自治菩薩 大自治菩薩現在正在中國宏法 在中國的上海,他現在是一位法師,叫做印國法師 本來會找他,他會找恩關,他不是來 你趕快去找他,越快越好 因為他四年後,他就要去極樂世界了 那麼這位居士,起床了以後,就到處去打聽 有沒有一位印光法師在上海很好 那麼見到了印光祖師以後,他就把這個事情告訴祖師 他說,我是關心菩薩要我來找你的 關心菩薩說法師,你是大自治菩薩 而且呢,叫我趕快來找你,因為你四年以後就要走了 那麼,印光祖師當時就告訴祖師,叫祖師千萬不要說出去 所以後來,等到印光祖師往生以後,他才說祖師,祖師大自治菩薩 那麼後來呢,大家呢,看到祖師,祖師,祖師,祖師 然後呢,也幫了很多很多的往生極樂世界 再加上呢,祖師的著作,《印光法師文靠》啊 裡面的內容非常好,幫助了很多修行的念火往生 這項關所受的,表達的一個關重 會來打倒的真面目的發布製造 或者是真面目的往生的那些風格吧 又加上呢,祖師呢,把這個大自治念火源通章呢 把他呢,從任言經抽出來 放在淨土四經之後,成為淨土五經 我們淨土中呢,在以前呢,只有四經一律 就是無量壽經 就是無量壽經 觀無量壽經 普賢行願行 還有呢 還有阿密伯經 這是四經 一論呢,是往生論 那麼,印光大師呢,把這個念火源通章呢 加在後面,成為淨土中的五經 所以後來大家就公推他為淨土中第十三代祖師 但是,阿密伯救生的大師呢 那麼,印光祖師呢,他是自己講 當然他是古大師先 他曾經念火也很難只実施 vọng面 然後再說,受盡大師呢,祖師呢,祖師呢,祖師呢 在屢事屢业 这个屢事屢业的意思就是说 他每一次有妄念 不管妄念有多重 他都用识念法念 每一次妄念都转成火候 都可以达到色心 效果非常好 也就是说 屢事不准 也就是说 每一次都成功 每一次都很有效 没有一次不成功 没有一次妄念止不住 没有一次不成功 非罪而易说 意思就是说 这个不是我随便想想的 我是真的实验过来的 他亲自实验非常多次 每一次都行 那我们刚刚也示范给大家看 也证实了真的非常地热情 所以 正确实 是 总结就是 妄念虽然要起来 但是 全部都被佛号压住 所以 所以 念佛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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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要 用 十面 技术法来念 一定 转成火候 那么 那么 对阿武的话 我们到底命中 我们就不会害怕 我们就不会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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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能去几个世界 所以 我们可以担心 我们就不会担心 对阿武 我们就不会担心 因为我们可以做到 十面 必分 那我们可以做到 十面 对阿武 所以 大家 要经常用十面 法来念 我们看到底下的内容 底下呢 祖师说出了他的心愿 在这里,教授所说的那种语言 愿意天下后世尊根的共识 尊与所有尊根的共识 希望这个实验法可以 帮助天下后世所有尊根的修行 那么这个者呢 也不建设包括只有人而已 它包括了往生上众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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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 这个往生堂的这些宋生们 山神、地神、树神、海神 还有种种的这个祖先 还有我们的冤心、戴主 还有英明人 他们说是发心念佛要去极乐世界 那么什么叫做顿根呢 我跟大家讲 用一句很简单的方法 大家一定可以想想 我会用一句很简单的方法 大家一定可以想想 念佛指不住妄念 算不算正确 念佛妄念指不住妄念 算不算正确 念佛妄念指不住 应该可以算是正确 念佛妄念指不住 只不住 就代表我们工夫不得力 工夫不得力 成分分 这是很合理的 所以 如果我们念头 我们在止住 烦恼 忧郁牵挂 这些念头 我们真的没有把握 祖师希望用实念 一起来学习 一起来设心 底下这一句是讲的太出声 令万人修 万人去 这些这些 这些这些 是很独闪 那是说 猫猫 万人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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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这些 这些 这个令呢 是一个决定 那是一个决定 决定可以 决定可以 他不是住,住的话呢是帮住 不只是帮助,不只是帮助 帮助,那这个规定是决定的 如果我们帮助,就不一定是决定的 这个令呢是很强调,一定可以 令这就是很强调,一定可以 万能修万能修 万能修 一万个人修,一万个人去 去哪里呢? 去我们 天天都向往的 极乐世界 所以呢,这个实练法 它就是 帮助我们大家 所有想去 极乐世界的同学们 众生们,去极乐世界 这就是一个练习的方法 这就是一个练习的方法 只要我们呢,努力 努力 那就是一个练习的方法 去学习 决定是 谁修 谁相信 谁修 谁一教共行 谁修 极乐世界 谁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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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乐世界 这就是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呢,从 第一句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这样念到 第十句 这就是 《诗语》 这就是 define 这就是 全爱 大家都 有一句 更重要的是,您需要记得真语 更重要的是,您需要记得真语 记得真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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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呢,您不可以词一,词二,词三,词四,不可以 就是年词到十分 随面,随体不可查之 我们这个念头啊,一念佛啊,就要记住 您需要记得真语 您需要记得真语 我们不能亮面啊,阿弥陀佛一,阿弥陀佛二,阿弥陀佛四,阿弥陀佛陀佛六,阿弥陀佛陀佛一 不可以不要念 如果不要念,念到100都记得很清楚 除非你是初语,真的记不住 那前面第一个礼拜,可以试试看,不要念 但是念久了以后,你要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拿掉 比如说我们真诚三段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需要知道第三诊 所以现在我们先试试看,是当初语的语言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三语言之后,我们先试试看,那是第三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第六诊 然后再试试看,第六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第六诊 然后再试看,第六诊 我示范一次,我念第五诊 给大家听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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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第六诊 这个叫做心经 这就是呢,我们的念头啊,只有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知道是第六诊 我们有没有技术 有技术 但是我们的念头都是在阿弥陀佛 但是我们的念头是在那里面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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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它会非常地设计 对这些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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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位法师啊 叫做 我一下子忘了 他有一个比法师老法师老法师 他还没记得吗? 池周老法师 是老法师 他曾经呢,有亲近过印光主持 他曾经呢,有亲近过印光主持 他担任过林言三四的主持 他担任主持 他担任主持 那么他呢,是说 如果你要用念术来念的话 你就是第一次念佛时生在播这个主持 这个念术啊,一拨就是念十分 因为有的同修呢,他想要一天要订课 比如说,他一串念术一百零八颗 他要一次十分,要念一千零八十分 他是拿这个来订一个数量 因为有些人在这些中心里 他用主持人的证法 他用主持人的证法 他用证法 他用证法 那么他还是用证念 那这个呢 这个,持组老法师说 这个是可以 但是主持人呢,他没有说到 但是主持人呢,他没有说到 他用证法 维平心地 呃 呃 呃 您,只要把他给他给他给他 那里呢 那么 后面的内容啊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 我们只能包围简单地告诉大家 就是 呃 呃 你先说 好 我会提供 我 preaching aligned 我们就要 这么多 那 Rum 阿弥陀佛这些时分 那么这一种呢 就很费力 就难 你可以分成两段 第一段是一到五 第二段是六到十 一定要一到第十段 我再次看一次 阿弥陀佛 阿密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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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到五 阿密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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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到十 如果又覺得又不好記 那就分成三段 第一段一到三 第二段四到六 第三段七到十 好我再示範 阿密伯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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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簡單 那是很重要的 记得清楚,念得清楚,听得清楚,淡得清楚 你必须得清楚,你必须得清楚,你必须得清楚 心里念的阿弥陀佛,听清楚,然后呢 还要记书,然后耳朵听得清楚 这让大家再认真,祝得清楚 你必须得清楚,我必须得清楚 你必须得清楚,你必须得清楚 你必须得清楚,你必须得清楚 这要就是关系的 Ved清廚 你必须得清楚,这样子里面见到 每文章修班的时候,你必须得清楚 你必须得清楚,你必须得清楚 那当然你如果念到一心不乱 就决定成绩的时间 那么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跟大家讲到此地 后面的内容 我们还有一堂课 下一次再跟大家来学习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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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